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4月23日 阿仙奴叛击退曼联 周六晚上 英超赛场迎来争四关键战 届时阿仙奴将在主场迎战曼联 阿仙奴刚刚重返胜轨 球队赢下面对车路式的关键战 保留了争四的主动 而曼联则是在联赛当中频频失分 与利物浦的双红会还遭遇惨败 此番阿仙奴期待在主场把握优势全取三分 阿仙奴上场比赛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4比2击败车路式 结束了三连败 找回了赢球的感觉 提升了球队的士气 目前 阿仙奴以18胜3和11负的成绩 排在英超第五名 说来也巧 阿仙奴现在与身前的热刺比赛场数相同 胜和负场次一样 获得积分相同 只因为竞胜球的差距而落后了一个名次 随时都有反超热刺 拿下最后一个欧关联名额的机会 只是阿仙奴在比赛间隔只有一天的情况下 迎战曼联 即便依然是主场作战 但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克服体能上的巨大挑战 阿仙奴依靠青春四人组各自有出色的表现获得胜利 本赛季作文主力的布卡约 沙卡 下赛季势必赢来改变 但是球队本赛季的成绩真是一言难尽 球队球场内外的表现都如同一团乱麻 曼联近期的表现持续走低 上场比赛前 基斯坦奴朗拿度因为家事而缺席了双红会 最终曼联0比4输掉了这场比赛 赛后球迷们表示 这是最差的曼联 让他们看不到任何争似的希望 目前 曼联以15胜9和9负的成绩 排在应超第6名 上场比赛输掉以后 球队在多赛一轮的情况下 落后第4名3分 虽然还有挽回的希望 但是以曼联目前的状态来看 他们距离本赛季争似的目标甚是遥远 曼联在上轮对阵利物浦的焦点站中 早早就先失二球 中回正选的马古斯 拉舒福特毫无表现 曼联在下半场的调整也成效不足 基顿 新祖 班奴 费南迪斯等攻击手都迷失了自我 红魔鬼全场只有二次射门 少有威胁到红军腹地的机会 基斯坦奴 朗拿杜在近日已经离开了医院 处理完家庭事务之后 依然没有放出可以出战这场关键战的消息 但是作为球队的大佬之一基斯坦奴 朗拿杜已经归队参加训练 大概率选择上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期望大佬归队能够为球队增添战斗力和精神加成 不然面对阿歇奴的关键战 曼联将难以洗腿 阵容方面 后卫陆基 舒尔和前锋爱迪晨 卡云尼等人商缺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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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